据港媒报道 过去一项尖牙历齿的中共外交战狼团 目前已经挤进团面 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生死沉迷 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一年前调任边界于海洋司副司长 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也已四倍退休 连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夫妻 也传出叛逃 彭博社三号报道 六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官员私下表示 地方官把避免在政治上犯错列为优先事宜 经济增长放在次要位置 北京对外国投资发表的热情讲话 是讲给外国投资人听的 中国主要城市劳动力的工资降幅创下历史之最 北京工资比一年前下降了2.7% 广州的工资下降了4.5% 中国38个主要城市 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招聘月薪 比一年前下降的1.3% 降至人民币10420元 这是自2016年以来最严重的降幅 中共半公开的支持 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哈马斯 激怒一项与北京友好的以色列 以色列使馆官方微博公开质疑 中共支持恐怖主义 微博不敢商文 只好用其他方式抵制 西唐人雅力电视真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